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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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5比0大胜泰国女族晋级自强 队员们顶住了压力 这是她们成长过程中 必须要走的一步 中国女族主主教练贾秀全告诉腾讯体育 主教练期待着 但胜利成为一种常态 姑娘们将会拥有更强大的自信心 这是她们所最需要的 专告贾秀全 让女族胜利成为常态淘汰赛失误 后悔一辈子 打太孤要比对阵朝鲜跑得更多 太孤在小组三阶段然静默 只是凭借着最好成绩的第三名之一 而勉强禁忌 可以说 中泰之间的实力差距非常明显 但是在中国队的赛前准备会上 教练组要求队员必须比打朝鲜时更加专注 更积极的去跑动 这是淘汰赛的性质决定的 稍有闪失就可能后悔一辈子 希望队员们不要后悔 心理上一定要重视起来 贾秀全解释 由于上一场比赛的最后时刻 因为质疑主裁判而被驱逐离场 贾秀全是坐在看台上指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 也无法出席赛后的发布会 在乘坐大巴车离开前 贾秀全接受了腾讯体育的专榜 无比零淘汰泰国 但事实上中国队在打破监局之前 提的并不流畅 贾秀全认为能够顶住压力就是一种进步 随着时间推移 队员们踢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劳烈 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 必须要走的一步 主教练评价 希望这种赢球的气势 能够在心态上成为一种常才 拥有更强大的自信心 这是他们最需要的 泰国主教练斯拉宋维安 认为这支中国队和四个月前相比 技战术方面 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 贾秀全觉得弟子们还能够做得更好 大家顶住压力 打出来训练中的体系 但毕竟磨合时间短 我们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 中国队还是要坚持团队足球 王双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既有办法 上一场的阵朝鲜 时也试探为球队首开记录 状态渐入佳境 王双感谢贾秀全的步步紧逼 前两场自己的表现一般 主教练给了我很多刺激 在训练中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 每一次出球 每一个动作都扣得特别细 贾姓学校者表示 年轻球员要成长 必须顶住各种压力和不顺 王双完全拥有更大的发展闲力和空间 话音未落 贾秀却随即补充 队员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 必须和整个团队相得一张 王双是整体里一个位置上的球员 这场球他欠了三个 是自己的努力加上大家的功劳 主教练评价 中国女足与中国台北的半决赛 将在28亿打响 只有两天的间歇期 对于这支攻防转换节奏 向南信号靠拢的中国队 体能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贾秀全坚持认为客观条件 至于每一支球队都是均等的 打法上我们会根据对手以及自身的情况 有一个灵活的运用 给耳朵 我 赶紧